好,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三个取材制电影《荒野大嫖客》的美式惯用语 那我们先看一下IMDB对这部电影的简介 他说 A group of suburban biker wannabes looking for adventure hit the open road but get more than they bargained for when they encounter a new Mexico game called Del Dugos 那这一边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句话其实好像没有这么容易理解 那他很长一串,可是只有一个句点代表说他其实只有一句话而已 好,那我们稍微分析的话就是说 如果这边你看到一个逗点,那就代表逗点前面是一句话 逗点后面是一句话 那一句话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找到主词和动词以后 整句话就会非常好理解 那其他都是什么 额外加上去的形容词和副词去形容这些主词 OK,好,那这一边的话主词很明显的看到是这个 A group 那A group的话就是一个团体 那你就知道说今天的主词不止一个人,他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海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 是四个中年男人组成的团体 对,那这个团体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呢? 后面这边他就继续补充说明 of suburban biker wannabes 对,那wannabes是什么? 这个字其实非常好玩 它是什么? 它是从一个动词片语 want to be 转变成的一个名词 对,那want to be want to在英文里面你念快一点就变wanna 对,那这个的话 它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 这些人,他们不是这个的专家 他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他们的资格不太够 对,那这一边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就算你没有看过电影 就知道说 这四个人 他们怎样? 他们想要变成biker 就是说他们想要 啊,当biker可能几天去旅行 就是啊,最后他讲hit the open road 就是说上路了嘛 好,那可是怎样? 他们没有这么熟练 就是说他们可能平常有其他的工作 他们不是天天都是当bikers 好,那这一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说 looking for adventure 对,就是说 他们只是要怎样? 就是想要一个冒险 OK 好,那这些人他们怎样呢? 他get more than they bargained for 对,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美式观音 这个意思就是说 啊,他们原本可能只是想说 一个简单的旅行 四个人都骑重机 那去乡村跑一跑 诶,结果他们怎样? 他们发生了一些就是 他们期待以外的事情 这种说法就叫做 get more than they bargained for when they encounter a new Mexico game 对,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哦,他们路上遇到了什么? 遇到一些帮派分子集团 找他们麻烦 好,那我们这部电影要介绍的 第一个美式观音叫做 push someone around 对,那中文其实就是什么? 欺负别人 对,那我们中文会讲欺负 那英文他讲的就是说 push someone around 那这个很好理解 为什么?因为push就是推嘛 那如果说 有一个人很好欺负 那感觉就好像是说 你推他 你把他往这里推 他就往那里倒 那你把他往那里推 他就往那里倒 那他也都不会反抗 那这样子的概念是不是就是怎样? 你到处平常都是可以随便欺负他 OK 好,那这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讲到叫做 cross the line 对,那这个跟美式观用语里面跟line这个线有很多相关的美式观用语 好,那第二个我们要讲到的美式观用语叫做 cross the line 对,那跟line有相关 就是说一条线有相关的美式观用语非常的多 对,那这条线你要知道说它到底是什么线 那它其实是一个什么类似虚拟的线 就是说啊,在道德的两边 或说在什么的两边的一条界线 对,那通常的话就是说 你如果越过了这个界线 比如说啊,中文讲的说 就是语矩或说跨越了这个界线 那跨越这个界线是不是就代表说 你可能做了一些犯规的事情 对啊,那你中文也可以讲说啊,玩过头了 那越过界线或说什么 语矩的行为 或者说你做这个行为很过分 OK,好,那英文里面就是这样讲说 You cross the line 那这个其实就是说 我才警告你说 诶,你这已经 好,那第三个要讲到美式观语叫做 Face the music 对,那这个其实非常常听到 那这种美式观语其实是最难记的 虽然说什么 它的字都非常简单 那可是它合在一起 它这就是一个固定的用法 就是说为什么叫美式惯用语 惯用惯用 就是说大家都这样讲 那大家都知道它的意思 那你就是直接把它记起来就好了 好,那这个的意思它居然是什么 受罚的意思就是说面对 啊,你该负的责任 OK,好,那今天的话 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 这三个使用的美式观语 第一个叫做 Push someone around 那意思就是说 啊,你把这个人欺负了很惨 好,那第二个的话叫做什么 Cross the line 那记得说 这个line有点像是良心道德的界线 那你如果超过了这个界线 那你是不是什么 就是跨过界线 做出语举的行为 那常常中文就是讲说 啊,你做了一件很过分的事情 好,那第三个的话 啊,这就是很特别 美式观语 它每一个字都非常简单 合在一起 你怎么猜都猜不到 它的意思居然是什么 出来面对责任 啊,出来受罚 谢谢大家